詞曲 李宗盛 什麼叫做強弱死況 強和弱是相對的觀念 如果我們要問到一個大使 如何為之強 如何為之弱 我們可以將他做一些比較 如何比較 首先和他自己比較 和他以往的走勢比較 例如從一些平均線 又或者從他以往的水平 舉例 恆生指數在25,000點的時候 我猜點都是比在30,000點的時候弱 第二就是將他和其他市場比較 當恆生指數由20,000點升到24,000點的時候 升了20% 但與此同時 另一個市場 例如A股 跌了5% 在這個情況下恆生指數 或者是他所代表的港股 其實就是打贏了15%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會有一個觀念 什麼叫做強 什麼叫做弱 除此之外 亦都可以從資金的情況審視強弱 我們看看有沒有錢是流入或者流出 如果錢是流出的話 其實是弱 流入就自然是一個強的市況 我們會用什麼水平或者指標去看資金是流出還是流入 通常我們就會用港元的回價 所以我們有時審視資金的情況 就是看7.75和7.85 究竟是近那一邊 如果越來越接近7.75 不就是港元是強 強就是很多人買港元 很多人買港元就是資金持續流入香港 反過來 如果港元回價是近7.85 即是資金正在走 金換局也要在市場上碰到7.85 承接港元的沽盤 這方面對港股有負面影響 亦都會促成一個弱勢市況的因素 所以我們在審視強市況和弱市況的情況下 我們怎樣去審視 就是第一 跟它自己做一些比較 第二 跟其他市場做一些比較 第三 就是審視資金的狀況 決定了